这次讲到口业 我们要注意 下面再说另外一个神业了 善护神业不失律仪 这个律呢 包括戒 包括律 仪就是指的仪则 微仪 规矩 一般人讲礼貌 就是仪 在大神一章第十卷说 言律仪则 治恶之法 说明为律 心依律戒 故号律仪 佛门所规定的五戒 不杀不到 不赢不忘不久 这个叫做治恶 在一家人 最起码要守住 三规五戒十三 当年佛呢 在佛藏经里面 这是一部经 说到 不先学小圣 后学大圣 非佛弟子 也就是说 不先学小圣法 您一开头就学大圣法 这个不是真正的佛门弟子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呢 我们当时中国有 十大宗派 可是到了这个唐朝 中叶以后啊 当时中国的祖师大人呢 就没有再学 这个小圣的经典了 所以那个时候所成立的 巨色中跟城市中 就没有人再学了 那怎么办呢 就用儒家 用道家来代替 因为儒跟道 是我们中国本土文化 经过一千三四百年的 成绩的显现 证明祖师大德 当初这个做法 没错 所以我们看 从唐朝 宋朝 元朝 到明清 代代都有高生高师 出现 这就证明呢 用儒用道 可以代替小圣 但是现在我们出现 什么问题呢 儒跟道 现在没有人愿意去学了 小圣经典呢 也不愿意去深入 那这个大圣法 变成是什么呢 空中楼阁 这是让我们很担忧的 所以现在佛法 为什么衰 有它的原因 在中国呢 讲传统文化 其实是包括三个方面 也就是如是道 任何一种都不能够缺 再仔细观察 如是道已经怎么 融为了一体啊 在以往 学佛的人肯定也读 四书五经十三经 老庄他肯定会看的 那道家的这些道掌门 也会读佛经 也会看呢 儒家的经书 儒家的这些学者呢 也会深入佛经 也会研究道章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三家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您再看一下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唐树中那个年代 曾经有一块碑 叫做 这是少年史 他们立的那个碑 叫做三教九流混原图 这三家的创始人 在一个碑上 形象 讲多元文化 请问哪个国家是始祖啊 我们讲证据 讲证据嘛 对不对 你看中国早就出现了 一千三百年前 所以有这个儒学 道学 佛学 经典 我们都应该要认真地学习 下面呢 再来解释 其一位所为律仪则 仿恶 止非 之法 称为戒律 什么叫戒律呢 防止我们造恶 禁止我们做非法的事情 就是戒律 像三规五戒 十善 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 三聚禁戒等等 都属于戒律的范围 谁能够重视戒律 谁就是真正的佛门弟子 我们能够奉行律仪 目的是什么 是帮助我们大家得善魅 得定啊 所以呢 我们 静中学人 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来修 身口一三叶 也就是这里经文所讲的 善护三叶 得到定的人 就称为 他获得了 念佛三魅 假如说我们用前面刚刚所提到的 天台所说的 指官 那个叫做法华三魅 我们如果用华言中的五指六官 那您所修的就是华言三魅 虽然名称不一样 目的相同 都要得定 都要将来 开悟 所以说 《金刚记》里面讲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因为得定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我们 打车道 一旦明心见心之后 这个智慧 它自然就出现 智慧一现前 您真的像昏能大师那个样子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也会像佛陀这个样子